下列各反应方程式 乙醇加氧气燃烧变二氧化碳集水 有四个方程式我们可以看到 四个方程中反应物氧气都是气体 而乙醇有的是液体 有的是气体 而生成物而言二氧化碳都是气体 然后另外生物水 有的是液体 有的是气体 因此状况不一样 所以它们的燃烧热也统统不一样 分别为Q1Q2Q3Q4 其Q1到Q4为热量 则下列热量大小关系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在相变化过程中 固体吸热会变液体 液体吸热会变气体 因此气体的热含量大于液态 液态熱含量大于固态 所以我们将四个方程式相对热含量把它找出来 反应物液醇加氧气 液醇有液态跟气态 由刚刚 物质状态热含量而言可知道气态大于液态 因此 气态的液醇热含量大于液态 同理生成为也是一样 液醇热含量的气态就不用管它 对水而言有水蒸气气态跟水蒸气液态 然而就 液醇的液态对上液醇气态 中间的叉子而言 称之为液醇的气化了 而水变成水蒸气 这里的叉子为水的气化热 然而我们再来看 沸点越高物质其末气化热越大 原因是因为沸点越高 表示要吸收更多的热量 才能变成气体 所以气化热也就越大 对液醇而言 液醇沸点越78度C 水的沸点越100度C 因此水的气化热会比液醇来得大 所以水的气化热比液醇气化热来得大 接着我们再由题目所给的反应物及生存状态 将Q1到Q4描绘出来 对Q1而言是液态的液醇 生存状态的液醇 因此为液态的液醇对上液态水 视为Q1 而Q2为液醇的 液醇 生存状态 Q2 Q3则为 液醇为液醇为气态 生存物水为液态 Q3 Q4则是反应物已成为气态 生成物水为气态 因此很明显我们可以排出Q1到Q4的大小顺序 也就是Q3到Q1 Q1到Q4 Q1到Q4插在水的气态人以及液醇气态人 最小是Q2 因此我们看选项 以刚刚Q1到Q4的大小比为3142而言 所以答案为CDE 也就是1大于2 3大于2 3大于4 然后A选项2大于4 错了 B选项4大于1 这里也错了 4大于1 4大于2 5大于2 3大于4 3大于5大于1 4大于4大于1 4大于4大于4大于1